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教几个处理秋葵的小方法 秋葵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营养就会流失 而且秋葵的颜色也会不好看,会发黑,吃起来还不脆 准备一个大点的盆,把秋葵倒入盆中 秋葵的表面有很多小的毛翅 这个小毛翅非常难以清洗,所以需要我们在秋葵中加入一大勺面粉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性,它能够非常好地吸附掉秋葵上面的小毛翅 然后加入没过秋葵的清水,我们用手抓洗 抓洗的时间需要长一点,大概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以后把秋葵捞出来控水,然后再把秋葵放到案板上 大家看一下,我们清洗得非常的干净,表面的毛翅全部都清洗干净了 我们在吃秋葵的时候有很多老的,用掉了非常的浪费 所以我们需要用包刀,把秋葵脚上的老皮给削掉 这样吃的话口感就非常的好 像这种口感比较嫩的,就不需要削了 我们在做凉拌秋葵的时候,需要把秋葵给焯水 大家记住,秋葵焯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老根给切掉 老根切掉的话,就会给秋葵造成破损,从而营养会流失 然后锅中焯水,加入半勺植物油 大家记住是植物油,不是食盐 然后把水煮开,水开以后倒入秋葵 我们把秋葵焯一下水 在给秋葵焯水的时候,千万不要加入食盐 加入食盐会让秋葵中的营养流失 这样吃起来就不营养了 焯水的时间,水开以后煮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把秋葵捞出来 放入擦篮子中,晾凉 自然晾凉,千万不要过冷水 晾凉以后,把秋葵的老根给切掉 然后把老根抛起不要 再把秋葵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凉拌的话,一般一分为二 也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秋葵中的籽不要扔掉 这个籽,营养最丰富 切好的秋葵放入碗中 然后淋上我们调好的料汁,就可以吃了 经过这几个步骤,处理的秋葵 颜色非常的漂亮,脆绿脆绿的 口感也特别的好,非常的脆 营养一点也不流失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帮忙点个赞 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了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